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8月16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消息說情報將會結束12年免費報業的業務 據報下個月將會出版最後一份印刷版 令人不勝唏噓 加一姐妹面對的挑戰相當大 令B商也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據報有不願意據名醫生評論荃灣港安醫院孕婦的死亡事件 他如何討論的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才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消息說情報將會結束12年免費報業的業務 下個月15日將會出版最後一份印刷版 報導的內文看到了 再有免費的報章結束業務 消息說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旗下的免費報章 情報將會在9月15日發行最後一份印刷版的報章 並需要重整架構 未來將會遣散部分員工 據了解負責日常免費報章營運的記者 將會全部裁走 據了解上月香港的經濟日報集團 已經有裁員的行動 當中包括攝影部和港民部的員工 近年傳媒行業面對極大轉變 多間傳媒公司相繼結業 消息指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旗下 免費報章情報 會在9月中發行最後一份印刷版的報章 並需要重整架構 話說情報在2011年7月21日創刊 該部網站形容報章內容 針對中產、巨消費力的上班族 包括港民、國際、中國、財經等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若然消息屬實的話 令人相當唏噓 情報多年以來都在街上做免費報章 派發 最近消息指他們有機會做不住 要結束業務 也說負責日常免費報章營運的記者 有機會全部財走 當然還是消息 還要有待確實 不過說因為紙媒面對的挑戰很大 現在基本上老友記都會上網看新聞 說印在紙張的報章買少見少 今次再有免費的報章 有機會會結業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將軍奧醫院說 有患有認知障礙的78歲婆婆等拿藥時間失蹤 報導的內容提到 將軍奧醫院發言人在8月15日呼籲公眾協助找一名失蹤人士 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78歲婦人 當日下午等待拿藥期間她不知所蹤 家人已經報警感說 醫院發言人說那名婆婆由一個外容陪同到醫院的專科門診 覆診 日前8月15日下午5時多 在藥劑部等待拿藥期間 外容發現婆婆不知去向 她的家人於是尋求醫院協助 話說那名婆婆約莫1.5米高短頭髮瘦身材 閉路電視記錄顯示她離開醫院的時間 身穿黃白間條上衣、黑色褲和白色鞋 以上來自HQ01的報導 各位將軍奧的網友幫幫眼 看看街上會不會有個婆婆在做甚麼 據報這個婆婆應該患有認知障礙症 在醫院等待拿藥期間突然間失蹤 不知走了去哪裡 她的家人都相當擔心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Q01的報導 荃灣港安孕婦死亡 出血可能的成因多 專科醫生指撤子宮是最後保命的方法 報導的內文看到 一名31歲的孕婦 在7月5日在荃灣港安醫院 是否復產嬰過後疑似出血過多 在接受子宮撤除手術過後情況惡化 副產科專科醫生林兆強接受查詢時表示 有不少原因會令到產婦在否復產子過後大量失血 例如子宮收縮不良 陰道撕裂 前置胎盤 直入性胎盤 又或者是血小板過低 她就說副產科醫生主要訓練之一就是止血壓 就說好像開飛機一樣 飛機師的升降會有訓練惡化 她提到當胎盤流血不止 持續大量出血的時間 撤除子宮是最後的保命方法 大約會2000位孕婦 就要有一個人 是需要撤除子宮保命的 但至於最終能否保命 她表示要視乎實際的情況 但一般都能夠成功拯救 全灣港安醫院回覆查詢的時間是承認事件 確認有產婦在分娩過後離世 但指病人產經過後情況曾經穩定而且清醒 隨後到凌晨時份病情轉差 有不願意透露名字的婦產科醫生 對此感到奇怪 假如是失血的情況只會一直越來越差 就說不是穩定然後突然差 這個難以解釋 她又強調失血可以來得很快 就說你不是快手快腳止血 可能幾分鐘就會流血 沒有命 以上來自HQ01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說相關事件仍在調查中 有不願意據名的醫生評論事件 說到事件相當奇怪 估計沒有理由突然間穩定 又突然變差 究竟過程如何 還要有待調查結果 希望死者安息 身者堅強 估計她的先生一定很傷心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有個港媽五年過後再不想 驚呼 說深圳是另一個世界 香港兩點是輸了 就說深圳那邊是真心歡迎你 報道的難民提到 日前有位港媽在深圳大灣區 吃喝玩樂開心分享區群組上發帖文表示 自己有五年是沒有不想消費的 近日在網上看到很多網友指 不信的人都是因為沒有錢 先上去吃元素表 但自己在剛剛的星期六 帶同的子女一同到深圳玩 就發現真是另一個世界進步了很多 她表示深圳的商場不但地方大 就是裝修新穎 就算食店要排隊等位 但基本上每一間都會有個舒適的地方 給你排隊 也有些小食炮谷等等 來送給小朋友令他們開心 從市主所貼的照片可見 食店外面有大量的椅 供客人等候 門外甚至有打扮成為小丑的員工 在等候區扭氣球給小朋友 港媽表示感受到深圳的店鋪 是真心歡迎你 但反觀香港 香港的商場 不要說店鋪門外 就算是商場 連位都沒得坐 每樣東西都算到盡不止 就連商場裡面的攤位遊戲 都要消費幾百元才能夠玩 令到她直言深圳 真是贏了香港的消費 所以即使不是大致日 內地的關口和商場 都充滿香港人 她表示在網上經常都有人說 什麼沒錢先上去吃元素表 真是井底之蛙等等 有關的觀念 加因她們不肯接受現實 若果她們不相信這個網民所說的話 事主指真的拜託你 有空就回去深圳走一轉 好好感受一下 鐵文一出 隨即印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網友表示 米鬼說真相 引這麼多人上去 也有人說 沒什麼特別 都不想留在香港消費太多 網友直言 香港的店鋪常常限時間 未夠時間已經被人趕走 真是無人 而且店員又經常黑面 給客人看 令人超反感 不過也有網友說 指兩個地方難以比較 就說 其實是租金和人工的問題 也說香港地小人多 地價貴 內地的空間 商場都比香港大 自然設施 配套都可以較多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期深圳非常熱烘烘 單單是7月 港人不上消費 已經多達40億元 估算的數字 難怪深圳的商店 當然是歡迎你香港人 另那些商店 通常是互換 但內地的旅客來到香港 繼續特種兵式旅遊 結果 兩地的消費的文化與差異 就好像越拉越遠 這個網民就說 五年沒回到深圳 上去玩了轉 就覺得是另一個世界 也說到香港的問題所在 但也有網友打完搶 就說可能是租金和地價的問題 我是曠聖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